到處街坊 告訴我這裡有一個早茶的地方 很棒, 三十元不用, 吃得飽 你好 你好… 好可愛, 細小的樣子 對… 有點像上海豬肚子的小頭 小小睡…很多睡 是… 這條園牌歸向我媽媽的秘方 調水廠, 你們這些去我的秘方 不如媽媽的又試試, 你的又試試 排骨襯什麼吃得好? 最後一個飯, 一個湯 好嗎?聽你說 嗅到也想吃 真棒 這個我會形容什麼呢? 是一個迷你的自助餐 平時你點一個餵不刮牙雞飯 點一個小排骨飯 這樣就沒有其他樣子了 但這裡可以你自己選一個菜 每一個菜都是兩三口 這樣對我們這些相對注重健康 不想吃得太激的人來說是福音 嘗嘗這個山地龍骨 這一種真的完全沒有味精 因為全部都在你面前 你能看得到它怎麼燉 桂圓, 豬骨, 骨, 骨 真棒 令我想起, 爺爺幫我煮的湯 我叫爺爺就最喜歡幫我煮這個 深色的, 加一點點豉油 然後這個自選送中頭飯 加它的滷水汁 這個汁很棒 我可以這樣選一塊排骨 一口排骨, 一口排骨 這個推介跟豉油混合完全是兩個世界 裡面有肥腸的那種小小的肉鬚味 再加上滷水的甜味 這個排骨不是我們那種 用梳打粉, 拿得很鬆的那種 而是真的有排骨的比較彈性的肉味 如果有人來道教育 記得來試這個道教早茶 九元一個湯, 七元豬腸 兩元一個飯 如果我不計算這個 我只計算你排骨自己一個飯 八元吃了一個早餐, 排骨飯 整天都笑了 或許這邊也是用一口俱 experience 我們小姐 您會駴 啊